這條是關於錯誤的題目 PQ就是Tower QAB就是Straight Line在地上 Angle of Elevation 由A到P就是70度 由Boy到P就是40度 ABoy距離是100米 他們找回PQTower的高度和A和Q之間的距離 答案就corrected the nearest M 題目如果沒有給你圖的話要試試自己畫 通常PQ沒有特別說明是什麼Tower 它也是一個Vertical Tower 即是垂直地下 所以你就知道PQ和QAB應該是直角 Q在地下 P就是頭頂 我們試試畫圖出來 留意PQ就是Tower 我們當作高度是H 而AQ長度是X 而AB就是相差100 我們就知道Angle of Elevation 由A去P就是70度 由Boy去P就是40度 所以你可以用Angle Sum of Triangle 去計算其他角度出來 我們就可以考慮這三個形 A,P,Q X除H就是Tag20度 所以X就是H除Tag20度 可能有朋友會問 為何我不用70度 因為我們在找H高度 H的時候 我們就去 假設H除X 等於Tag70度 你就會找到X 就是H除Tag70度 當然你會發現有什麼問題 就是有份數 H除Tag70度 H除Tag70度 分母就是Tag70度 會是很難化解下去的 而我們就因此 會用H乘Tag20度 來減低我們運算的難度 至少我們先不用處理份數 而你看得到 我們考慮這個直角三角APQ 它是第一條方程式出來了 就是X等於H乘Tag20度 但這裡你會看到有兩個未知數 即是說一條Evolution是不足夠的 至少你要多用一條 第二條怎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大的直角三角形 BoiPQ 在這個三角形BoiPQ X加100 這裡整條邊長 除H就是Tag50度 三十度加二十度 OK 所以X加100 就是等於H乘Tag50度 而你會看到 這裡我們就先做為Equation2 兩條Equation 兩個Unknown 我們就可以用 3Mutainless Equation的方法去處理 我們可以很簡單地用Substitution 將X等於H乘Tag20度 代入去 我們得到H乘Tag20度加18 等於H乘Tag50度 接著我們整理H做Subject H bracket Tag50度 減Tag20度 等於100 這裡我們就可以用計數機去處理 拼了它 裡面有0.8277幾 那麼多H等於100 H為甚麼呢 就把100除回這個小數 就出到H就是120.80幾 然後計算X 用Equation1 X就是120.80幾 乘Tag20度 這次計算X就是43.96幾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 所以這次計算X 當然是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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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寫 那就可以了